Hello大家好,我是短腿 在感恩节的前夕 一场名为山珍海味的晚餐盛宴 在这个周中尝了最完美的惊喜 入围2020黑珍珠的三家餐厅 大德,摩根爬房,异口 但拿出来都是能打的选手 而这一起的,菜单上没有的 联合创意料理怎能错过 作为前菜的黑珍珠三位 最先选的是应急的最爱的例子 讲真,糖煮栗子的料理难度 是我不想去尝试的 费时费力,不断地煮洗,去皮不上肉 但当一切完成,最少放置一夜 经过时间的调教 自带浓厚感的栗子 渗透进了不腻人的甜蜜 紧这一颗就是配茶的绝品 会是你想珍惜细品的味道 笋子清了口 不过有点小小的遗憾是 色味吃得不是很彻底 牡蛎干香浓郁,提起了胃口 三文鱼自身的绝妙油脂香气不必多说 下面的脆饼为滑腻的三文鱼增加了口感 接下来的牛肉塔塔 香浓顺滑中 鱼子酱的苛刻迸发的鲜味最先出来 熟得刚好的牛油果再添醇厚 而同为滑腻口感的并非纯甜的芒果 带来了别样的清新 第二口横下心来戳破蛋液 贪婪的想囊括所有 海胆的味道浓郁甘甜 带了一丝高雅的清苦 些微的松露气息 让呼吸中多了深层次的味道 而醇厚滑润的蛋液 就像是交响曲中的指挥家 让具有不同口感 味形的食材 变得和谐又统一 配上酥脆的刚好的面包片 这囊括了山珍海味的一口 是最极致的满足 等待的时间吃吃银杏 喝喝小酒 酒装在壶里不知道是什么牌子 只觉得清澈的干美中 带有微微的花果香 吞咽后些微的酸苦 平衡又余味悠长 还在回味中刺身上来了 虽说冬季少吃生冷 但这一盘我真的拒绝不了 说起余生 这双食的东西本就好物分明 而并非亲自尝试 其中的味道如果仅凭他人去诉说 怕也是失了精妙 暂不说食材 哪怕是相同的食材 相同的部位 不同的下刀角度 方向都会影响味道和口感 看似简单的切一块鱼生 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 赤背脆嫩甘甜 而尽强于三兄弟的轮番登场 饱满的口味 内独有的微微酸感 融化在口腔中的油脂便也无需多言 醋青鱼是期待以上的味道 鱼肉紧致的刚好 提味又清口的姜蓉 让我开始了对下一道菜的期待 主厨沙拉中加入了蓝纹奶酪 是我最爱的 毕竟有了王志和臭豆腐 可以配两个馒头的我 这略显重口 却浓厚细腻的奶酪 以及沙拉中烟熏火腿的气息 活泼香脆的山核桃蟹子 清爽多汁的黄瓜秋葵 多汁又有咀嚼快感的牛肉 是一道层次分明各具亮点 却又满足的菜式 和牛牛舌青糖 虽然看起来略显浑浊 但味道足够的香浓 是很好的暖味前汤 惠伊比利亚猪夹 猪夹相对于猪颈 口感会更软嫩些 烹制后微微的胶质 会让肉质感更明显 单吃对于我来说 不论是红灰酱汁 还是肉本身的调味 都咸了些 不过配上细腻到 不敢想象的土豆泥 就是绝品了 主菜的28天干式熟成牛肋眼 是我这次最期待的 简单来说 干式熟成后的牛排 会因脱水至少减重20% 而在烹饪前 还需要将风干的外层切除 全过程的耗损 达到了30%至50% 这时间的等待和材料的付出 让肉质更加的柔嫩 风味绝佳 肉味更足 价钱更贵 虽然配了盐枝花和胡椒粒 但内外部的焦香 内里色泽红润又人 浓郁的肉香 柔软的口感 无需再过多的占取调味料 即可得到非同一般的满足 而在这强烈的满足下 寻仙石井汇饭再一次带来惊喜 如果刚才那道应了山珍 这道啊便是海味 熟得刚好的 饱满的 调味十足的虾和海参 再加上满满的虾黄 饭中的蛤蜊 仔细均匀地拌好 饱满的米粒附着迷人的鲜甜味道 浓郁中透露出的清爽的鲜 让人欲罢不能 吃到这里已经撑得吃不下了 但好在女生还有多余的胃可以吃甜品 提拉米苏浓郁的不像话 马斯卡彭的比例稍稍的高了些 实在是诚挚之感 但因为全部菜品的量和浓重的味道 如果能稍微的轻盈些 那就太完美了 这一餐呀 可以说是本年度最过瘾没有之一 大家不妨猜一下 一个人的价位是多少 打在弹幕里 五秒之后揭晓答案 五四三二一 三百 是的 包含酒水全套的服务 三百 这样的食材 这样的价格 怕是再也吃不到第二次 在钢琴的演奏中 四首联弹所营造的美妙 需要绝妙的配合 共同的努力 而这一餐的六首联弹 除了感受到店家满满的诚意 更觉得 在这现世 孤身一人的奋斗 不如连起手 来得更让人惊喜 感恩节的前夕 这联手的一餐 让我感受到了 日料和西餐的另一种可能 被倒到佳肴 营造出的氛围 带领着我 进入了美食的新世界 这里是短腿 感谢您的观看 喜欢的话 不妨点个赞 投个币 加个关注 以及尝回来看看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